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的位置所发生的一切 以及他在其中的定数 这种其中的定数的一切 都是被人们在塑造了人的文化 就像咱说七的定数 你看到所有在圣经启示录中 在经文的经书中到处都是七 在人的日历的东方文化当中的 一个星期的七天金木水火土加升日月 就这么算了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菲律宾 到现在他们的日历牌 他们每天看的日历牌都是这么写的 都是这么写的 只有中共国在马克思的理论下 摧毁了中国人的文化 连文字都叫简体字 那在人的环境中走动的过程中 人们从最开始的文化的起源 到了今天结束 咱早就说过 一定回归到原点上 上期节目跟大家解释过 北纬三十路 可能对很多朋友根本就没有概念 就是说实话没有概念 因为他决定的东西跟自己吃饭没关系 跟自己试出没关系 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你只要打入北北三十路 四大文明古国的贯穿之地 古埃及的尼罗河 古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朗伊拉克之地 又发拉底河 那印度应该是就是印度河了 恒河 印度应该是恒河 中国是长将 全在北纬三十路上 这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 而七大奇迹 被人们誉为的七大奇迹 同样在北纬三十路上 而除了七大奇迹 在现代人们的概念中 在北纬三十路上 有很多神秘之地 有人说十大神秘之地 有人说十二大神秘之地 说法各不相依 在北纬三十度的经过的海洋之地下面 有很多古迹 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 在海底下有弓箭 有这个有那个 而包括喜马拉雅山的朱姆朗瓦峰 和在中国的太平洋的外海 马里亚纳海沟 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度 与朱姆朗瓦峰的高度相匹配 你把朱姆朗瓦峰给它切了 就是喜马拉雅山给它切了 倒着插进去 插到马里亚纳海沟 基本上就怼上了 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平衡的 而这世界上最高点 跟世界上最低点都在北纬三十度 那四大文明古国 被人们称为是有文化 就是人类文化历史当中的起源 早过文字 那文字制造了三千五百年 而四大古国是四千五百年到五千年 我们通常说的五千年的文明 都产生在这个区域 而一切都是循环往复的 对不对 金木水火土日月一个礼拜过去了 白天黑夜就是阴阳一天过去了 北纬三十度 武汉就在北纬三十度 今天没有人知道他是哪来的 而他跨阴的两条线 北纬三十度出世 而另外一条线北纬四十五度 他跨过了中间四十度 所有人几乎专家什么都讲 这一次瘟疫刚刚开始 大爆发还没有 而且将转化成大流行病的可能 无论是英国的科学家 德国的 美国的 世界卫生组织的 都认为可能会有70%的人 最高达到70%的人会染病 英国伦敦 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明确讲 那英国可能会死掉50万人 他的推断只是他的现在的医学算术模式 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处在北纬三十度的武汉 对不对 而处在北纬三十度的武汉的本身 他扩展到四十 北纬四十五度 而中心 人类的中心在北纬四十度 这是上期节目跟大家介绍 伦敦 巴黎 柏林 罗马 北京 东京 LA 洛杉矶 纽约 华盛顿 都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摧毁了 就全毁了 而人类的精英就在这 而这人类的精英有相当一部分拒绝对神的认知 而这点是以共产党最核心的 以共产党最核心的 那你看看 马克思当初生活的地方就是北纬四十度 很有趣很有趣的 人类的活动一定如果是被定数定下来的 一定是有条线你可以看到的 是你看不着 不是它不存在 这个 我说的什么意思 那武汉病毒也好 武汉肺炎也好 武汉非典也好 共产党傻东西 那个破东西 还在讨论不能用武汉的名字 不能用武汉的名字 就像自己找了相好的另外一个女人 称自己原来的老婆那个人 对不对 他不敢叫原来那个名字 他这个新老婆抽他 拿鞭子抽他 是不是 一个道理 那个臭男人就是 没跟你说嘛 什么皇帝不皇帝 就是李莲英的后代 有人管他叫婆娘 说一个婆娘 一群奴仆 嘿 你把女人给糟蹋了 而在我个人眼睛里 你可以看到的 这是一种回归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是一种 人类今天 对人类今天 无知的一种打击 什么叫无知 没有生命的知识 以后 人们会 我觉得以后人们会意识 哎呦 武汉就在北纬三十五 人类的文明产生在北纬三十五 这是一个五千年的大循环 彭斯 新冠病毒对美国风险仍然很低 医疗药物可以在惊吓问世 这个说法 我看过他原文的 那个当时讨论的 彭斯 他是美国的有关抗击疫情的小组的组长 呃 我个人挺感触的 他们 这个小组在 这个小组哈 在开会之前都要去祷告的 在白宫 呃 这个 对今天中共文化下的很多中国人 我觉得 你要考虑要深思 就像我说的 你以为你最牛叉 你以为你最科学 美国人的钱上印着引告的为Trust 当每次谈到告的 谈到生命的时候 你嘲讽他们 但你兜里装的是美金 你是一个很实用的 生命的 呃 生命认知上的一个 低能儿 人叫巨婴 呃 川普政府宣布禁止过去十四天 去过伊朗的任何人 将前往意大利跟韩国的 这个旅行警告提高到最高 高级四天 川普把伊朗跟中共国等同对待 原因就是伊朗掩盖疫情 文章里报 说到星期一 美国感染人数是95个 现在不是 现在已经100多了 死亡6个 都是华盛顿州的 而这95人当中 大多都是从公主号邮轮上下来的 另外43个人是本土的 但他散布了 散布到美国的10个州 今天是不是到了11个12个有可能 呃 而比较厉害的就是出现在 曼哈顿城中心出现一个伊朗人 那这个人去过伊朗 另外一个就是在佛罗里达 而他谈到 彭斯特别谈到有关疫苗的问题 他说他突破了 美国政府 尽他最大可能 突破了所有界限 以最快的时间 能够把疫苗生产出来 但是作为美国政府的 美国法律的规定 任何疫苗被用在人身上的时候 他必须经过完整的程序 啊 完整的程序 也就是说 他的试验程序必须经历过 而且必须有足够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那彭斯在接受 应该是星期日 接受福克斯专访时 曾经说过 可能在争取在这个季节 我以为他翻译上有问题 应该是在六月份之前 他希望疫苗能够成功 但是白宫的卫生官员 他的专家认为不可能 不能缩短到那个程度 必须经历完整的程序 所以可以看到 他们在对话中 有一些认识上的差距 行政官员 作为副总统 他希望疫苗最早的使用 但是卫生官员 要求必须尊重 这种程序过程 所以美国在有关疫苗的问题上 有关具体处理的问题上 尽他最大可能 政府呢 大概掉拨了30亿美元 但是在我眼睛里 他真正真正的概念 是要在生命的角度上 人类会在这样的疫情中 逐渐反思生命角度上 对自己的意义 对每一个人的意义 以及对人类共同体的认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